南韓的位置 那幾快都知道是9年了 心情有問題嗎? 心情很佛 和天氣一樣 因為是 一定會經歷這麼久 對不起 就是9年 再加上澳門那些二十幾二十年 就是都中間起起跌跌的 一定會去想很多事情 所以有些起伏 來到又見到這麼多人加盟 那又很高興 想起以前的事情 又有些感觸 是嗎? 是嗎? 你也是 我覺得很快 原來9年嚇到我 開心的時間真的覺得特別快 覺得自己老了 完全是逆靈生長 這也是大家見證的 是嗎? 我靜了 當然靜了 你反應吧 但事實上開心 我都覺得原來我自己在香港 其人在這裡的時間 雖然我一開始 並不是簽回來自己澳門的公司 但是一直都見證著成長 還有今天竟然是一個突然間這麼龐大的 這個MC Team 我是非常之開心 還有我要壯大一下我們的音樂部 我相信 是嗎? 就是我們這些音樂部的同事 音樂部的同事 就是今年開始 既然阿Bob就簽MC 不如我就考慮我這邊簽 簽歌手也不錯 是嗎? 是嗎? 這個提議不錯 是的 自己對公司有什麼訴求嗎? 訴求 訴求? 你怎麼問我? 爭取 爭取訴求 當然我希望今年可以出碟 和明年出秀 就是有秀 很簡單 是的 所以也要大家支持 還有我自己其實很開心 因爲疫情過後 其實真的今年我自己就 基於回香港 終於可以 這樣也都 是的 出了一首歌之後 其實未來都會歌接歌 這樣的 自己的十年 我今年都在香港出道 所以其實都很開心 就是有不斷的 陸續的起庆事發生 都希望所有東西都越來越好 好 我就沒有什麼的 我從來都是被公司 就是我自己無法求 但是公司說你要啦 你要啦 你要出歌啦 是的 你假設會有些東西 就是從來 那你把這些預算給我 是的 我的預算給師兄 那你節省一點 哈哈哈 我真的節省了 我接下來也有 我接下來也有的 我接下來也有的 是的 那麼大變 不不大變身 是的 總之 下年期待一下 我不說不多了 不,其實大變身 就是 在一個project上 或者一個 會來一個很不同的我 嗯 是會怎麼樣? 不認得你絕情 不認得的 這樣就厲害了 真的 會怎麼樣 可以透露嗎? 不是肥瘦這件事這麼簡單 六九腹肌 不是肥瘦這麼簡單就行了 大弟弟 不是… 猜吧 男扮女 男扮女 不… Future OK 是啊,不要 Rapper 我不行的 說出一些小器 不要讓我講 OK,好 慢慢透露一點 好 好 我不用訴求訴求自己 就是… 正確的 不,現在訴求是Eric Cox 因為其實 他答應了我的歌很久了 即是來一個project 都是Eric幫我做 他本來說五月尾給我 那現在幾號呢? 這樣在這裡訴求一下Eric 公開追 是啊,公開追 21號就會跟Eric一起去韓國 就是做我們Poker的一個… 有一個比賽在韓國 2月追 是啊,那時候在那程飛機 我狂追他了 這樣 其實他有交代的 我記得的 不過呢,我想做好一點 那你唯有相信我兄弟 那是跟當地人比賽嗎? 是啊,不是當地 是很多世界… 當地人不可以比賽 是不同的地方飛去那裡比賽 那我們的品牌都挺開心的 就是第一次衝出香港 是的 嗯 是現在邀請了J-Dub 是的 哦,厲害了,厲害了 就是我們之前不打Mass Poker的香港隊 J-Dub一直很支持我們 那我們就當30禮物 請了他去 是的 這個贏了 贏了是有什麼獎金嗎? 嗯,是的 是的,不要一直說 是的,是的 是的,是的 不用有信心了 有得參與第一次 還有用自己的品牌是最開心的 爭取加工 其實我們… 我們有工資嗎? 是啊 大家是不是誤會了,是不是? 會的,你也會的 但是… 所以我們要請一下Bob出來 我們來談談這個預算問題 不是,那就要靠大家去宣傳 可以給客人知道 這些客人知道原來 我們公司有WOW 所以客人就多一些 我們客人多一些 錢就多一些 錢就多一些,資源多一些 那就做得好東西了 這樣 是的,說得好 好 謝謝幾位 今天公司九週年 阿Bob心情是如何 先問問老闆 心情當然是非常興奮 還有開心 還有榮幸 因為每一位都是我和我拍檔 就是很欣賞的主持人 在不同的領域 不同的界別 逐一逐一跟他們談的時候 很棒的就是 就是很多都是 可以,沒問題 即場已經答應了 有些讓他們想 一會兒這樣 因為其實都是一個大的決定 對他們來說 我好開心的 可以和他們一齊定間作戰 希望我們的公司 或者我們的團隊 可以令到他們 越做越好 就最重要 我想了最久 甚麼 每個人都想一會兒 這是需要時間的 因為 其實你要明白 很多可能是平時 自己一個人做開自己的事 突然之間說 可能要一起合作 又可能要兼顧了很多事情 其實是不容易的 所以我覺得要考慮 一會兒是絕對正常的 就是好像我自己和小林 就是我的拍檔 找我的時候 我都想了一個多兩個星期 才會覆蓋 好吧 我們一起行 所以是不容易的 但是很開心的 他們最後全部都答應 還要 就算排除萬難也好 最後都可以合作得到 是非常開心 那這個團隊 你們投資多少位 其實我想不是說一個數字 我想是我們人力資源上面 就是我們在很多廣告客戶 我們的製作公司 很多廣告公司的單位 我們可以將 我們 可以將我們現有的資源 可以和他們一起分享 就是 不會特別的 剛才我們拍了一輯相 又拍了一些片 那不算是什麼的投資價值 但是最重要是 令到他們 可以給更多些人去認 就是更加多些 客戶知道他們的長處 厲害的地方 比如說迪偉 原來他的英文很厲害 但是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 以為迪偉只是說中文 原來他的英文是很強勁的 然後阿蛋 原來有很多不同的品牌 都很喜歡他 就是 我看到他做很多 球會 很多球迷會 那些活動 或者是 可能是網絡遊戲 那些 他做得很好 也有很多 很多人會關注 所以就是想更多些人去留意的時候 就更多的工作 是 你是覺得他就是 又是機開 哈哈哈哈 要約你合作 我看而已 沒有的 我看而已 我自己又看 誰不看呢 不是 阿Bob給我的感覺 一向都很正能量的 這件事真的是前輩 是的 但是那次和我聊的時候 其實都很突然的 好像是因為 剛剛學完一個旅行回來 我自己剪了一條片 他就說 咦 挺好我做得 誰幫你做的 我說沒有我自己做的 那樣 就說 喂你自己做都可以搞到這麼多東西 很興趣合作 那樣 所以呢 就約了上去公司那裡 拚解 那樣 我都要想一下 就是學阿Bob華仔 一個都很重大的決定 因為 自己都獨立開的 但是就 跟他聊了幾次 發覺這個團隊 都真的很有心 還有 又看到我的potential 不只是覺得我是花瓶 都覺得我是可以做一個專業的MC 嗯 可以自己監製旅遊節目等等 所以我覺得 我也很開心可以加入這個家庭 你覺得有什麼要求嗎? 什麼要求? 嗯 真的好像沒有什麼特別要求 坦白說 是啊 如果他譬如 你叫你 我們考慮再出四個分鐘 你 我想不會吧 哈哈 會不會啊? 你們自己喜歡 其實我也是的 每一個 我們合作的單位 我們都不希望說 喂 阿Bob 或者可能你公司的經理人 找他們做什麼 就做什麼 不是啊 一定全部的工作 都是談的 你想接就接 不想接就不做 價錢對的就做 不對的就算了 就是大家是互相尊重的 就是我想可能以前他們有幾位 曾經都有跟我說過 說 試過可能簽過某些公司 是不能說話 不能說話 不能說話 為什麼不說話 你不喜歡就不做 就是我們一定要有一個 互相是很尊重 就是很尊重大家 這樣才可以合作成功 繼續下去 是 反而我 前輩 阿Bob前輩 就是反而我想出社鎮 阿Bob可以嗎? 哈哈 我就是全力支持的 哈哈哈 因為呢 阿Bob呢 是天秤座 我也是天秤座 他個人呢 原來認識樂 當然認識了很多年 但是沒有深入吃過飯 聊聊天 因為這個project呢 就約了吃點東西 喝點東西 他人很均真 而且他的嘴巴 你也知道厲害成怎樣 那麼其實他 第一天跟我談的時候 我已經被他哄到樂答 而樂答得來 就不是被他哄入火坑那隻樂答 你是覺得很開心 為什麼 就是一間 作為一間製作公司 經理人公司 為什麼他一來到就開宗名義 都告訴你 他們將會點點點點點 是全部不是由公司老闆的角度出發 是由藝人的角度出發 我覺得 這件事適合的 就是將來 我長大過兒子的時候 有機會開一個製作公司 或者是經理人公司 我都像Bob哥哥這樣做 所以 so far 是談得很開心 是 一拍即合的 聽不到 我暫時很抱 但接下來的時候 才算 我暫時什麼都會接的 女性內衣也可以接 是 已經在談 在談 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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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欠價 便宜一點 這樣就讓老闆去談 就不太好 完全可以 怎麼有所謂 就會成人 我又沒什麼特別 其實我真的 看看專家客戶 有什麼可以關照一下 交給公司 幫我看看 有什麼適合我做 也不可以的 看看是什麼牌子 你有這樣的身型 不要浪費了 是嗎 要把我的長處放大給別人看 當然 可以的 OK 那你穿女生,我穿男生 當然穿男生 那怎麼辦? 有點難搞